大家好,我是Chinix,为他带来 ISCON Long War 第二季的游戏视频 我们现在游戏的时间距离上一期 我们做外星基地突兴任务 已经是过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呢 我已经是对我们部队的科技及装备 进行了大幅度提升 这样呢 我们也算是成功的击坠了一个overseer 现在通过hyper relay beacon 是可以提前知道敌人部队的一个部署情况 所以说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游戏中 第二个主权任务的战斗 应该也算是容易不少 这样我们呢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这样还是两样子 我利用刚才私底的时间 把我们部队是先提前部署了一下 基本上大家的配置呢是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多出来的呢 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glass的一个mac 这是他的技能术 然后他的装备 等于是我们的glass新出来的 其他人的装备跟配置什么的 基本上是没有变 或者说是武器装备进行升级 由于是为了节省时间 我估计大家的装备什么呢 我就是先暂时不介绍了 不出意外的话呢 我在发这个视频之前 我应该会稍微专门拿出一期视频来 等于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分享一下我在Long War中 我部队的 部队的技能术 跟一些装备配置 或者说精英改造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搭配吧 我们是在那个视频中 大家是可以知道一些 我部队的一些详细的配置的构成 以及原因什么的 有新的话大家可以看看 这样我们直接开始这个任务 对整个战场进行面侦察 可以知道我们距离UFO大概的一个相对位置之类的 这样呢 回到我们的部队了 首先呢 还是两样子 然后适合侦察的Scout 向前利用他的女生 看一下 哎 发现里面的敌人 也是两个Muton 跟两个Muton Elite 这样呢 利用我之前下的一个 增值插件 可以知道敌人的视野 将部队全部安排在视野周围 进入allwatch准备埋伏敌人 最后有一缸那一定会没法 overwatch直接跳过他的回合就可以了 这样看一下敌人会有什么行动 有什么样子 这样貌似敌人是完全是可能出乎他们的意料 他们为了逃跑连掩体都不用拿 这样还是让我们最能扛的迈克 上前去看一下敌人具体的位置 可以看贸似敌人都没有掩体 这样呢我们取的部队可以是上前 准备对敌人进行击杀 首先呢是我们的迈克 先对最远处的Muton 运行不太好 然后是Engineer 这样还剩三名敌人 我们让我们的狙击手 让他练一下级 这名狙击手呢 由于是他没有满级 所以说并没有比较强力的 银子座或者达不太有技能 正好让他去获得一些经验值 得将Matic也是把敌人的Muton 击杀 这样只剩下一个跑得非常远的Muton 这由于是他在视野之外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Scout 保持隐身 保持隐身移动 刚那由于是视角不太好 活动不了视野 让他移动一下 这样大部分人应该都已经移动完了 能做的只有是我们的Scout 利用这个隐身暴击力很高的攻击 运气不错 打了15点伤害 直接选择原地overwatch 防止敌人冲过来投手雷之类的 看下敌人的行动 敌人是要原地还击吗 貌似还是怕死 敌人选择了逃跑 这样还是我们的Scout 利用他的consuming技能 直接上前去探险路 貌似这边的视野不太好 被一个Mild是直接挡住了 而且由于是Mild在高地上 我们也是没法获得他 这样没有办法了 我们让Mild再往前走 看看能不能混合逃跑敌人视野 貌似还是没有 这样是没有办法了 直接让他进入防波 这个技能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是可以增加一点的DR 所以能保持的话 还是尽量要保持一下 区域部队呢 继续上前就可以了 这样大家都就位之后 让我们的音频水 稍微再往前跑一跑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水击角 看一下敌人是会选择继续逃跑 还是他想再冲回来呢 茅斯的敌人好像是叫了一波援军啊 这样情况就好像稍微有些失控了 果然是他看自己的伙伴过来 他就冲过来 暂时有三个Berserker 也还有三个Mutons目前是激活在这里 情况还是比较失控的 看一下我们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让我们的MAC上前 毕竟是一个Glass是最能扛的 然后是我们的Engineer 跑到前面的一个全体上 Matic移动到Glass Engineer的全体上 朝敌人的Berserker拳 投一个毒气手雷 这个手雷是专门对Berserker 可以说是效果是最好的手雷 还是打Berserker的时候 尽量还是要用上 音频水上前 然后我们的Assault也上前 这样基本上是准备做好了 直接要开怪了 首先是MAC直接回来喷声器 AOE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PANIC掉 哦似是没有PANIC啊 不过我们的MAC又是有SteadyFuzz技能 所以说他自己也不会PANIC掉 然后是我们的Assault 利用Close in Counter技能 获得一个成功 第二个行动呢 由于是敌人的其余部队比较多 我是没有比较好的控掌机能 我直接选择用这边的一个超功力攻击 把敌人的一名NUTAN控制在他的BAN底下 另外呢我还是比较贪婪的 让我们的Scout获得一下MELT 然后呢跑远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的Consument的技能 一会儿是没法获得隐身守卫的 Engineer 我继续 我是和他拿他直接尝试绑架 运气不错是成功了 最后我们的 Infantry 直接利用他的Officer技能Command 把我们已经移动过的MEDIC 获得一个额外行动 然后朝我们人堆中扔一个隐身手雷 这样处在前线的部队应该是安全的 Sniper也是朝着敌人一个完全暴露在外的MUTAN LEAD 进行一下提杀 最后Gunner Suppression 控制掉最后一个唯一没有被控中的MUTAN LEAD 这样就看敌人的行动回合了 首先是射击 由于我在全体下 应该是命中率是比较低的 Ruzerker 由于是中了酸物手雷 他的行动应该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天哪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我也是自卫大化的可以控制他的行动 但由于是离的还是太近 刚才他用的是Bull Rush技能 也是比较流氓可以说 可以行动 等于是用一个黄色行动 然后对我们的部队 在掩体后的部队是可以进行攻击 这样看一下我们刚才跑远的 我们的Scout 再跑回来 清一下刚才Overwatch的MUTAN LEAD 将Overwatch被解除 然后朝远处的GIRJORK 运气不太好 运死了 不过是获得了HOLO技能 举手看一下 他的攻击力很高的 看能不能直接打死呢 没有打死啊 不过也是获得了10点的伤害 电视 由于是中了Acid 也是不停在飞血 像我们的SOT是可以收人头了 首先是CONDER免费射击一下 获得一个击杀 接着呢是利用他的第二个手机机会 把远处的Berserker再引回来 这名Berserker应该也是会被酸 酸手雷 可以看也是被消耗的很严重 这样呢继续 非常的非常贪婪 继续尝试绑架 这回运气不太好 看来这个Berserker不愿意跟我们回家 这样都没有办法了 就把他击杀掉了 因为目前场上还是有两名敌人 是没 也是 比较危险没有控制住 我不能是浪费过多的精力在捕获上 这样麦稍微往前移动一下 不能移动太远 因为有可能是把 飞船内部的敌人给引到 利用他的火焰冲气 看一下能不能把敌人PANIK掉 有看见一个PANIK 两个PANIK 这回运气是不错 来看一下敌人移动 貌似 一名MUTAN游戏之前 我的超能力是把他控制在了一个火焰中 他目前是没有任何的研究 他直接是选择对他进行击杀了 让看一下 好像他是 还剩一笔写 这样稍微改变一下策略 异械单位还是比较容易 容易绑架的是不是 AQUAR 飞船内部是有敌人 一个 一个SAC都跑的 还是比较危险的 好 目前是由于有墙挡着 还没有激活 这样我们看一下 好似由于是我们的 Engineer他的移动只能够到一个MUTAN 我们直接上前去尝试绑架了 因为研究了科技后 我们的AQUAR 打对付一笔血跟两笔血的敌人的绑架成功率应该是不变的 这个没有任何的区别 给麦克稍微往前移动一下 使用1-4 为我们的 我们的Engineer 他目前是可以看是没有掩体的 看一下 有没有掩体吧 或者说 我选择直接进行击杀了 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目前这个场上是没有激活的敌人 没有没有必要是提供掩体 另外呢 是我们的MIC 他的等级是不太够 正好给他连线级 像这明明是刚刚判定掉 他这这局肯定是还会继续判定 所以说是不用担心 我们不对掩体问题 现在主要担心的是 远处刚才看的那组机械单位啊 看一下他们会不会巡逻过来 还是说他们是选择在原地待着 先看一下我们最后一次绑架的机会 也不错 这回我们的战役可以说是收获 还是非常的丰盛的 像这边的敌人对付完了 我们还剩下一组 机械单位 是在等于敌人的这边的一个 power source 那个房间中的 等着我们 部队是稍微的前去部署一下 看一下敌人有没有什么行动 貌似没有 这样我们继续移动都可以了 由于是不太清楚敌人是 巡逻到哪里啊 我们先让前方隐身的 scout 扔一个butt scanner 帽子是没有没有视野 这样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敌人已经巡逻看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敌人是被视野 被这两个posts等于是挡住了 但是具体是哪个情况呢 是不太清楚 这样还是让麦克先往前摊弱了 毕竟他是没法拿眼底 就算遇到敌人的话也是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来往前跑一跑 变成one forward的全员体 其余部队跟上 然后落实就可以了 诶 这样传来了敌人的声音 看样子应该是敌人已经一动开了 这样应该是被 被大家都scout 罩了出来 这个Sectopod的貌似 他好像是没有出了 这等于是 由于是机野单位是不会探头的 他的视野应该是被 UFO的这个外面的这件墙 等于是挡住 同理呢 我们的麦克也是可以站在一个相同的位置 这样我们双方是不会互相获得视野的 这样可以是最大化的 在激活殿之前的接近敌人 有利于我们下局直接是埋伏殿 scout 继续往前 形成一个包围趋势 Gunner由于是移动火门射击 只能让他远地偶尔卧着 果然是这个偶尔卧着 较直啊 消灭了敌人一个众 Combine Rush 这样敌人的 尤其是有卖 Sect Pot 他的Overwash还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直接需要先清一下 还有什么要被打到 打的话还是非常的疼的 这样直接给敌人上一个Holo 伤害应该是不会很强 因为敌人的护甲是很厚的 那主要呢是想要他这个Holo技能 然后之前埋伏好的Mac直接上前 利用EMP 直接把敌人是准备 D-C不掉 但在这之前呢还是要不要忘记 我们的酸物手雷 也是ThinMan研究出这个CAM 对付机械单位呢 它是可以降低敌人的护甲的 也就是说在攻击之前 尽量先用这个手雷打一打 我刚才应该是先用那个手雷 然后再用我们的死刀射击的 当然目前由于是我们的优势应该是非常明显啊 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这个时候在EMP 直接把敌人D-C不掉 这样还剩应该是敌人一个重 敌一个在天人一个重啊 可以看他是还没有被 D-C不掉 直接可以对他射击一下 这样Gunner由于是攻击力很高 还是不要把他火力浪费在重上了 直接让他对敌人的暴力 射击 应该是伤害不错 直接打死了 这样剩一个重 把击杀留给Sniper 让他生下机 这样敌人应该是都修灭完了 我们区域部队的稍微往前稍微移动一下 因为这个由于是主战任务 知道最后的一组敌人肯定是 Ethereal 跟一些他的忽略 应该是MENALIT 在最后一个房间中 其他敌人呢 又通过我们在任务一开始 我们的Hyper Wave Relay Beacon 应该是已经知道 是没有其他敌人 因为敌人数量是已经提前知道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放心大能 直接是向前移动了 最后的敌人肯定是在这个房间中 因为这是一个主战任务 这样其他部队 按不久把能跟上就可以了 这样经过一些短暂的移动 我们呢 直接已经把敌人是包围住了 开怪 还是先选择一下我们这边 新超重力的新技能 看能不能把敌人控住 貌似是失败了 我不太清楚 由于这个技能我用的很少 我其实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试验阶段 好像拿这个技能开怪 敌人是还是会移动开的 我刚才是想直接把他们控制在一个没有岩体区域 这样失败了 其余部队呢只能是利用ghost模式直接上前了 哎 看一下获得了敌人的试验 I'm on a commanding engineer 直接利用全体 敌人是等于是看不见我们 跑过来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对敌人投掷手雷 这个主要目的呢 还是要把敌人的眼睛轰掉 因为目前我们部队的 试验是不太好 把货都看不见 这样敌人的应该是全部被暴露了 MAC先上 然后是之前的已经就位的scout 对敌人的Ethereal上一个Holo技能 Ethereal毕竟是他的防御很高 部队的命名还是表敌的 攻击前呢先上一些 一些buff之类的 那好像miss了 直接攻击被反弹了 好像他的反反弹攻击也miss了我们 这个比较少见 刚哪儿 看下 命中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没有好处的 直接射击了 看一下 貌似是敌人的血量也很低了 这样直接是选择用一个 是百分百的一个几率 直接用MAC把敌人击下掉 获得一些经验 刚才隐身探路的MADIC 看一下敌人的MUTAN 先缩柔他一下 然后外边的GUNNER 貌似 刚才是没有注意啊 他好像是另外一个敌人是超出他的射程了 这样是比较遗憾了 这还剩两个人 我们的Sniper 尤其是没有满级 但是可以看现在他的 他这个 等级图标上可以看已经他已经获得了升级啊 下场战役之后 可以看他已经是获得了足够经验 下场战役中他应该是可以获得他的最终的印则中技能了 这还剩最后一个敌人 威胁呢 可以说是完全不大 直接让我们的Sniper 那的GUNNER 直接上前 我就直接不Sniper 他直接是射击 因为摆下来的动作 可能能击杀掉 这样整个我们的主线 OVERSEER的坠毁任务就是完成了 由于我的 可以说这个任务 又是一个坠毁的野外UFO任务 可以说是在几个主线中任务是最 难度可以说是最低的 这样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 加上我们部队的等级都很高 而这种MAC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这个任务获得的应该是Etheroid 他的一个device 这样大家看着重话 我呢稍微废话一下 关于我朗博第二季的 一些小变动吧 我在第二季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表示 我打算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下 像这期跟等于是之前的视频一样 进行一下简洁 从而是把视频的节奏加快 让等于是方便大家观看吧 当然呢 这个呢是对我的 可以说是时间的消耗 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我首先要录一遍视频 然后呢再去自己看自己录的视频 把它们先剪 剪接起来 然后呢再去把旁白配上 可以说是耗时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长 由于是我计划在打算在二月二月 应该是二月五号吧 我计划在二月五号 Ice Gong 2发售之前 等于是想把等于是Long World的第二季完结掉 我要是再继续这么做下去呢 尤其是我的时间是不允许啊 我估计我是怕完结不了 所以说我只能表示抱歉了 后两个视频 也就是我们的Exot基地突袭任务 跟我们最后的外星这个Temple Ship的一个突袭任务 我可能就还是按照原来 Unnewlyseen跟Unno中老样子 那个样子就是直接是边打边废话 那么着来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会比较长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觉得太长的话 完全可以跳一跳 也看没有作战部分的话 可以往前跳一跳 然后看一看作战部分之类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事儿 就是Exot 2第二季 我们的士兵的可以说是 现在是名字什么的吧 也就是说类似于一个争名活动 从这个视频下大家是可以开始留言了 因为是陆续的也是有很多人在留言 或者说是私信问我 说是Exot 2中可不可以是 等于是自己亲身 或者说是提供某些名字 然后来参与我们地球的保卫战之类的 这个是可以的 而且据我所知 Exot 2中也是新加入了一个 好像叫character pool的一个新的功能 也是更加方便的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功能了 所以说从这个视频开始 包括我们后续的这两期视频中 大家是可以开始陆续的留言 我基本上呢 会在等于是会把这些留言稍微收集一下 从而是在我们Long World第二季开始的时候 把这些等于是我们的这些character 他们的一些信息 直接是加入到我Exot 2的一个 等于是开放那个视频中 或者说是战役中吧 也算是跟大家先提一下 基本上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我们之后见 感谢观看 和我们一起来的 感谢观看 地面 而是我们的